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小娟来自河北 是张北县文艺部干事 曾举办过自己的演唱会 今天怀揣着领导和家乡人民的期盼 她能顺利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大列主 一来是为了学习 二来我也想看看这些列主们的真正实力 欢迎你 小娟 你的这个出场方式太隆重了 我们觉得你这事打扮上来 就特别有那个天后的风范啊 是 谢谢 刚才你说了一句好像是家乡话 对 我是来自河北张家口是张北县 张家口是张北县的 刚才是我们张北的当地方年 有空可以去张北体验一下我们的特色 重点问题是你负责招待吗 必须的 那我们就去 谁去都找我 我们组团去 好啊 欢迎你们好吗 小娟 恕我直言啊 我看到你的资料呢 你是88年的 对 但是你上台之后 你的气场还有你的谈吐方式 让我感觉你好像 比你的实际年龄要成熟一点 对 是老一点 是 没有没有 就是成熟一点 特别的淡定 应该也是经过很多历练的吧 我是从小就喜欢唱歌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 听到什么声音我都会跟着唱 比如说当时80后以上的应该知道 在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歌很流行 天地悠悠过客 匆匆潮起又潮落 就这首歌 这也是我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对对 真是 我们同一个年代的 当时父母觉得 我真的有这个天分 然后爸爸就在我五年级的时候 帮我请了老师 在六年级的时候 一不小心拿了我 县里面的一个第三名 哎呦 这句话说的特别叫 一不小心拿了第一名 对 当时太小了 后来呢 一直演习音乐录吗 对 后来也是参加了很多比赛 08年在河北省 拿了一个第四名 然后去年就是一二年 参加了央视的星光大道 获得了乐冠军 哇 这不容易啊 谢谢 谢谢 那我可以想象 小娟在你们当地一定是非常出名的红人 呃 没有 大家都叫我百灵鸟 因为我们那边被称为百灵鸟歌唱的地方 还真不谦虚 百灵鸟 这个人太可怕了 因为这个小娟啊 可以说算是师妹吧 啊 都是星光大道嘛 因为我是周冠军 你是怨冠军 所以呢 太可怕了 又来了 每个人你都说太可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选择今天的对手 想要挑战哪一位类主 今天带来的演唱曲目是什么呢 今天带来了一首陈鸣的《等你爱我》 掌声送给小娟带来一个精彩演唱 谢谢 谢谢 等你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当你还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 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 还怕相见的人已走了 也许从未曾出现过 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 等你爱我 等你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等你爱我 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你在听吗 也许早该说 你爱我 你说什么 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你爱我 你爱我 谢谢 我觉得有什么不同 这首歌因为唱得很久了 就慢慢找到了一些自己的风格 我已经爱上这首歌了 就是每次唱它都有不同的体会 包括看到大家下面这么热情的眼神 和掌声 我会更加有这种感觉 谢谢 黄老师 你觉得她自己的感觉对吗 相当惊人 就可以演唱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显然她真的专业的功力很厉害 那你虽然长得是有点年代了 人家发发年代 虽然你外形比较成熟 但是你的技巧是很现代的 所以我觉得的确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 谢谢 她一登上台 她那个气势就震住了很多人 没有错 我不知道四位泪主有没有被她震住 我很想 你看萧阳今天把心中的这场火 暗了起来 对 我也希望你能今天代表我们的泪主 好好跟她较量一番 齐翰 我第一次发现 你也是那么会挑事的人呢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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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没有什么事 我就看热闹呗 少阳 齐翰的建议你接受吗 虽然我不知道她选了谁吧 但是我很想跟她交流交流 但是你能不能跟她进行一个对战呢 其实取决权 还是在于我们今天的功累者 浩哥 你为什么没有燃起战火呢 这个太可怕了 反正地战 但是 浩哥 我觉得 呃 我手里这张照片对于你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因为她选择的就是 李涛 不是吧 没有人出来挺这儿出吗 要不然这一轮让我来吧 本身涛哥他没有 然后自己并没有想要迎战嘛 对对是 然后这一刀我来帮涛哥打 好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小娟的意思 怎么样接受她的挑战吗 呃 肖阳在这个舞台上 作为一名新京累主 已经手累成功一次了 对 每一个人都希望拿到 累主之王的这个奖杯 所以每一次挑战意味着 就有可能向她迈进一步 对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累主能够坐上这个位子 是我们现场这么多的评审 然后把我们推上去的 我的身后有这么多的人在支持着我 嗯 我肯定是谁都不怕了 但我要告诉你 评审也是善变的 所以最终结果如何 你得用实力说话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赢战曲目是什么 呃 给大家带来一首 别在伤口撒盐 好 掌声有请 谢谢 谢谢 好久不见 你收了一大圈 哭笑的脸 梦而泪 你说好男人 却中了 我好爱 爱年往往要上个少年 爱年往往要上个少年 你拒绝再看见晴天 却总问离快乐有多远 爱的平衡点 小心那年 该醒的时候你却还想醉 最后只有我幸福满外退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洒野 一碰就痛一想就悲 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洒野 冲掉心中爱的余味 再活一遍 那种人不值得留恋 那些爱脱一天错一天 相爱的情歌你听不言 相丑的局面你有多不愿 你扑不到我自由满外退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洒野 一碰就痛一想就悲 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 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洒野 冲掉心中爱的余味 再活一遍 再活一遍 谢谢 谢谢肖阳 我知道很多选手在参赛的时候 会拿阿妹的歌出来唱 因为有难度有挑战嘛 但是也意味着有风险 因为原唱太经典了 你觉得你刚才的演绎 自己有把握吗 给自己打多少分吧 一百分的话我打八十五 八十五分 还算自信 何处晋老师你觉得呢 这个分数相当的公道 然后略为谦虚的一点 还能更高 我要先肯定它是因为 这首歌刚开始的时候 左前方这群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打的拍子 真是打得乱七八糟 刚倒忙了 完全不在拍子上 感觉就在拍子上撒盐了 我待会看那个齐翰出来的时候 我看你们打拍子 是不是打成这样子 然后这么慌乱的状况之下 你还能够非常稳定的 把该唱的位置唱得很好 这个实力是相当的坚强 那你非常特别的地方是 唱到后面那个 最后一句那个再活一遍 那个活 听起来已经活得不耐烦了 就是那个已经 这是正面的评价吗 正面 因为那个活得不耐烦 但是还活着这个才厉害 就是 临界点嘛 我们追求的那个技巧 都是在临界点上 能够掌握 而没有真正 破掉或坏掉 那就是最感人的地方 是非常好的一个表演 好 谢谢 一句歌的时间 怎么样 只要大家愿意听 我随时都愿意给大家唱 愿意听吗 那我先来 来 给大家带来一段 河北邦子大灯店 请不吱人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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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忐忑 你呢 肖阳 我不会唱戏怎么办 没事 选择 他那个真的好厉害 他唱的特别好 咱们气势上不能输给他 对不对 也展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小的时候 模仿过杨玉莹嘛 然后我就可以模仿一下 好 掌声有请 唱几句那个《等你万年》 《等你万年》 《蜜蜜又甜甜》 《太阳各个月亮妹妹》 《小小小小红了脸》 这好了吧 真好听 好 接下来 各位评审 决定她们命运的时刻到了 如果你们支持小娟 请按下蓝色键 如果你们只支持肖阳 请按下红色键 谁是大类主 今天你做主 各位请投票 好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黄书俊老师 您这专业的一票 选择投给谁 这是百灵鸟对上这个 不知道什么鸟 暂时没有办法想出一个什么鸟 但是呢 你今天的表现 的确 如主持人讲 渐入加进 所以我这票 投给我们类主 张晓阳 谢谢老师 谢谢 恭喜晓阳 恭喜晓阳 非常好的鼓励 那么百灵鸟 接下来你可以从 十位媒体平行人当中 选择两位 来了解他们的意向 对于你接下来局势的预测 或许会有帮助 选择谁 呃我选择 天天动听 面动听 呃人人网 好 先请天天动听的媒体 呃 谢谢晓阳 但是我非常抱歉 说一声 周小 我投给了晓阳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还有一位 人人网的这位媒体评审 今天我觉得 呃发挥更好的 呃我个人比较认同的 还是晓阳支持你一票 让你能够真正的摆脱 千年老二这个称号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媒体评审 那小娟 我不知道三位的票数 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根据你目前心里的预测 选择放弃 还是坚持 我觉得成功要成功的明白 失败也要失败的清楚 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应该坚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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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对你生出一股佩服 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 坚持 坚持 对 好 你要问一下晓阳 目前呢 你有两千人的梦想基金 是 嗯 你可以选择继续坚持 虽然你面临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你也可以选择理性的放弃 我不会放弃啊 因为我走到现在 我觉得大类主这个舞台 对我来说 我已经像我的家一样了 我怎么舍得离开我的家 我肯定不会放弃的 作为一位不二唱将 一定会将坚持进行到底 来 晓阳 现在 请你移步到翻倍台前面 你可以行使你的翻倍权力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这个权力 一切后果请你自己承担 准备好晓阳 5 5 4 3 2 1 请选择 哇 好样的 选择了翻倍 对 好 我们接下来揭晓的是 11位专业媒体评审的投票结果 各位请开票 可能对于小娟来说形式不容乐观 有没有后悔刚才的选择 没有 当然没有 往下看吗 我给你一个建议小娟 因为你唱的歌曲呢 可能对于60后的朋友来说更有共鸣 现在我们急需要的是一点信心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看60 好 我们来看一下60后的大众评审投票 结果如何 各位请开票 谢谢 谢谢 现在已经追上来很多只有4票的差距了 要不这样 我们乘胜追击 再来看看70后的团体投票结果如何 好 好 70后的大众评审 请开票 会不会追上这4票的微弱的优势呢 谢谢 肖阳可能有一点压力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有 我们还有两个方针吗 好 我们来继续选看 80后的大众媒体 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谢谢 各位你们太给力了 居然直接追评43票比43票 最后的结果 经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也带来意外的90后的团队 投票结果如何 各位请开票 天哪 一票的差距 一票的差距 恭喜你 肖阳 有惊无险 再次守累成功 恭喜 恭喜 恭喜肖阳 好 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 小娟的心情是很纠结很复杂的 只有一票的差距 我不知道这一票 你有没有明白输在哪儿了 不太明白 所以我决定还要来 好吧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下次还选肖阳吗 如果你在的话 这好像是输呀 好好好 我等着你 好 期待两位 再次在舞台上有精彩的对决 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娟 谢谢 谢谢你 为我们大家精彩的表现 谢谢你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功累者 有请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的明星 今年16岁 明星 16岁 来自重庆 身为初中生的他 带着父母和老师一起来 究竟有着怎样的梦想呢 16岁 如果我刚才没听错的话 这位重庆的小妹妹 你说自己是明星 你年纪那么小已经是明星了 我是明天的明 欣赏的心 是这个意思 你的名字叫做明星 对 我看到你特别的亲切 因为我也是四川人 那么重庆的梅子来的时候 我是重庆的 重庆的话给大家搭个招呼嘛 也对不 你们四川没得呀 没四 没四 你亲他们四川子 火锅啥 火锅啥 哎呦 太有特色了 在那么小年纪 为什么就要来到我们 这个大类主的舞台上呢 哥哥姐姐很厉害的呀 你看那边 其实这一次是我爸叫我来的 哦 是爸爸做的决定 嗯 你把爸爸也带来了吗 在下面 来 有请 有请父亲 还有旁边两位应该也是 我的老师和我的妈妈 老师和妈妈来 也请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有请两位 叔叔您好 您好 您好 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我这个普通话是属于 交言普通话 哈哈 交言普通话最有特色 听起来有一点费劲 费劲没关系 只要你请他们吃火锅 没问题 我请你们好吗 他那么小年纪为什么 闻心就要来到我们这个大类主的舞台上呢 就这样呢 我小时候有一个 呃 音乐梦想 但是我因为我各种原因呢 没有去实现这个梦想 我只有请我的女儿 要完成我的音乐梦想 我爸为了我真的付出了很多 就牺牲了很多 就 有 就是我记得很深刻的一个事情 就是 就这个暑假 我去那个山东参加比赛 然后我爸就当时就得了那个急性长烟 然后医生就叫他多休息一下 但是他当时还是坚持来看我 真的 真的付出很多 那我知道除了爸爸对你的支持之外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妈妈对你的影响一定也很重要了 对 其实我这次就是想 对我妈妈讲 真的 我很对不起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年龄是比较那个叛逆的一个年龄 然后就是在这个暑假 因为我跟我亲妈就是偷偷地见面了之后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 这位站在父亲旁边的女士 这位是我的后妈 哦 是金妮 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她管了我这么多年 就管得特别的严厉 我就觉得特别讨厌她 就一念之间就觉得我很讨厌她 她就一心想把她赶走 然后我就威胁我爸 就说非要二选一 就是有我就没有我妈 有妈就没有我 我就威胁我爸 然后我就说 我就把妈赶走了之后 那段时间真的 我跟我爸 那个过得根本就不叫做日子了 真的 就是 我觉得我妈为了我 连孩子都没有生 而且她现在这么大的年龄了 其实这个没生小孩这回事 就是因为当时我到这个家来 那个小姑娘 很可爱的小姑娘 她说阿姨以后你有自己的小孩了 是不是对我不好 当时我听到那句话 不知道是你心里 心里那种感受 然后我就跟她说 那好吧 我说我到了你16岁的时候 我再生小孩 这是我对她的承诺 小明星真的非常幸运 把妈妈这样关爱你 所以今天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而且那段时间 每次我爸忙的时候 都是我妈打电话关心我 鼓励我 不管任何时候 总是第一个想着我 我真的觉得当时我很对不起 这样子 对不起妈妈 真好 其实 有一句话 有一首歌是这样说的 因为没有醉过 不知道酒有多浓 没有痛过 就不知道情有多深 然后我们这个家 和我和她的那个感情 经过这件事以后 我们的感情会更深 明星妈妈 你说得特别好 我也建议大家 把掌声和祝福送给这一个 特别特别特别幸福的家庭 你谢谢三位来到舞台上 给小明星加油 打劲 好 稍时休息三位 毕竟今天的 战场上 小明星还要独自来迎战 接下来你要从 四位 内主哥哥姐姐当中选择出 你要要迎战的那一位 选择她 跟爸爸妈妈和老师商量过吗 商量过 好 收拾一下情绪 小明星 我们觉得你有成为大明星的潜质 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是什么 家乡的味道 好 加油 我要用重庆话再对你说一句 凶器 好 掌声送给明星 天上的雨 雨朵 他心悠悠的飘 他软绵绵的扰 十月的阳光下 在大地奔跑 眼带有着阿玛的味道 我能笑着阿玛的味道 你就飘着丰盛的味道 飞歌唱着家乡的好 眼带有着阿玛的味道 我能笑着阿玛的味道 你就飘着丰盛的味道 飞歌唱着家乡的好 快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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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歌看起来一点都不困扰 该做的地方都做得很好 这个唱歌四平八稳 该有的技巧也都展现 该有的动作也都做出来了 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因为你每个尾音都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勾勾 那小勾勾蛮明显的 所以你可以 那个 来个两下 第三个就 就不要了 稍微有点变化 听起来可能会更加美妙一点 就这么一点给你小小的建议 好不好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非常中肯的评价 我们来先看一下四位类主的迎战情况 来 小明星 齐翰选择亮起了战火 那除此以外呢 另外的三位类主没有亮起战火 我们特别想知道身为人妇的小招 你怎么想 我刚才一直看得特别投入 而且我有话其实想对他说 就是其实我从小也是父母离异 但是我的父亲就离开了家以后 我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见到过他 除了妈妈以外 没有人给我更多的爱 我羡慕你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除了有你的爸妈 还有你这位母亲 这么伟大的一个母亲 又给了你更多的一份爱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努力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小招 其实我觉得 挺失算的没有选择小招 因为如果选了小招的话 就刚才他那一番话 我认定 他一定会对这小姑娘手下留情 他选择了另外一位 很遗憾的是这一位呢 没有亮起战火 但我们先揭晓他是谁 他就是 李涛大哥 太可怕了 你怎么可以学我啊 妹妹啊 我看你那么小小灵灯 那么可爱 我真的不忍心我 涛哥你不要叫妹妹好吗 没有说服力 没有没有 我要替涛哥澄清一下 涛哥才比我大两岁而已 大家看一下两岁而已 不要说那么明白嘛 其实涛哥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哥 所以我们老拿他开玩笑 其实没有 哎呀 所以你学了我以后呢 我这个说实话压力也挺大的 真的 就压力挺大的 你会选择改变主意来迎战吗 虽然 既然 既然学了 这个我一个西北人 我也就既然只好应战吧 是吧 确定 确定 没关系的 既然学了我就应战 也这样子啊 好 有请李涛 对 刚才呢 小明星说了这个 他的这个爸爸和妈妈 说心里话 我一直就是特别避讳这个东西 我就个人从来也没有提过我自己的家 所以呢 今天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简单的叙述一下我自己的家庭的情况 好吗 好 我呢从小大概也就是就他这么大 比他小一点 十四五岁 我妈就送我到这个陕北 去学这个陕西的琴枪 96年 我们那个陕北有个榆林 地区呢有一个什么琴枪竞聚大赛 那时候要报名费 大概要260块钱 我妈呢 就从我们老家 赶着那个驢马车 拉了大概是四包 那个大的那个麻袋 那个玉米 在我们那个集市上 集市上去卖 我记得好像卖了大概有三百多块钱 完了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三百多块钱给我 怎么说呢 大家感觉我是这个挺壮的 感觉说这小伙子挺有钱的 其实不是那么样 我现在也可以说在飘 也在北京飘 自己也是在演出唱歌挣钱 说心里话 你们的妈妈爸爸 谁都比我都过得好 我妈那个什么 现在还在老家 老家和我爸大概种七十亩地 玉米 前两天才收完 我呢在这儿 我呢在这儿 大家都在说 涛哥加油 是 前两天才收完 因为他为什么呢 也不跟我们出来 他老想着 你们现在在外边就是飘着啊 还有我还有个弟弟 跟我长得也差不多啊 说你弟弟也没有结婚 我们去了干嘛去 当你们以后稳定了 我今天都三十多了 三十多 说心里话 真的 所以呢 接近点小明星呢 我想这样 音乐老师啊 我换一首歌行吗 刚才准备的歌曲打算换掉吗 是 我刚才呢 准备唱一首这个 新音乐团的歌 叫天高地厚 但是我现在换一下行吗 换了吗 改变 因为我想唱一首一首 颜维吾尔老师的母亲 把这首歌呢 献给我远赛内蒙的妈妈 也献给这个小明星的妈妈 献给全场的在座的母亲 因为我们的母亲 永远 健康 长寿 谢谢 掌声送给涛哥 一起来聆听这首母亲 好 谢谢大家 你入学的新书包 有人给你拿 你与众的花折扇 有人给你打 你爱吃的那三鞋馅 有人他给你包 你为学的泪花 有人给你藏 啊 这个人就是鸟 啊 这个人就是马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啊 不管你走多远 无论你在海上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 撒地马 啊 这次呢 祝月我们在座的母亲 尤月谢康 长寿 你生在那他乡中 有人在借过 你回到那家里边 有人洗热茶 你躺在那冰窗上 有人他掉夜泪 有人他掉夜泪 你露出那笑容时 有人乐开花 啊 啊 这个人就是鸟 啊 这个人就是马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给我一个家 啊 不管你多富有 无论你快多大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 撒地马 啊 啊 谢谢 我不得不引用你的口头传 涛哥 你太可怕了 我不可怕 我可怕 你刚开口唱前两句的时候 我们都很想哭了 不止我一个 包括编导 都觉得好揪心啊 而且听完这首歌 我真的好想我妈 好 黄老师 抛哥 之前我们都只 听到你的真功夫 但今天还见到你的真性情 老实说在歌艺方面 已经没有什么好评了 我觉得一个人的经历 最后能够化成你在演唱 艺术表演中的那个能量 是非常可贵的 这首歌唱得了的 大家都听得出来 好 好 谢谢 谢谢黄老师 你今天的表现 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我们要再次有请出 小明星 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好 我们要有请 111位评委 斟酌一下 投出你们那宝贵的一票 如果你们喜欢小明星 希望他成为一个大明星 请按蓝色键 如果你们支持韬哥 被他的真性情所打动 被他的唱功所折服 请按红色键 谁是大类主 今天你做主 各位请投票 现在在舞台上呢 是一对年龄悬殊非常大的选手 但是实力到底有没有悬殊呢 我们要问一下黄老师 小明星 小明星 要非常地肯定你 我看到你我就想 16岁 我16岁的时候在干嘛 我如果16岁站在你旁边 我应该会吓死 我如果有这个同学 像你这么有才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我要鼓励你 有这么好的天赋 有这么好的老师 要继续往前 那我这一票 放在这个舞台上 我还是要投给一套 谢谢 谢谢黄书敬老师 谢谢 但是也希望你听出了 黄书敬老师对你的期待和认可 接下来呢 小明星你可以从十位 媒体评审的老师当中 选择两位 来了解他们的意向 他们会帮助你做出一个 可能接近李星的判断 选择谁 天天星爆 天天星爆 小明星我没有选你 但是我想鼓励你一下 就是今天李涛大哥 他的感情太真 而且他的本身技巧又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都被他的歌声打动 而且我相信你还小 有的是机会 我相信随着更多的时间 你可以加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相信你的未来会更好 谢谢你 再选一位 小明星 天涯 天涯社区的这位评委 今天这一票我是投给李涛大哥的 因为其实从刚才他的一些流泪啊上面 我看出一些些 让我担心的一个讯号 我很怕他会退散 所以我想在这里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希望他能够再坚持一下 谢谢 谢谢 三位都表达了对涛哥的支持 小明星 你一定要仔细地考虑一下了 三票投完之后 你觉得你还有胜出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我真的 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 我觉得我能够来到这里 真的我觉得是在挑战我自己 因为是我爸爸一直鼓励 鼓励着我来的 这样子好不好 爸爸妈妈老师都在现场 我们问问他们好不好 叔叔 其实以前我活的挺多的 就是因为他现在长大了 就是自己的事情 刺激老公主义好不好 一定要坚持 要坚持 我们明确了 那此时此刻我们要问一下涛哥了 涛哥 你在这个舞台上 也已经获得了目前最高奖金 一万四千元 如果你的坚持 一旦失败的话 抱歉 涛哥 只能奖金折半 离开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 说心里话 也特别纠结 那 我们都听到很多坚持的声音 但是风险一定要考虑清楚 特别那个 我都不会说了 行吧 涛哥坚持还是放弃 那这样不 我坚持吧 好 涛哥坚持 涛哥 现在我要请你 站到翻倍剑前面 接下来有一件很 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涛哥要做出 目前 他是一万四千元的掌金 如果他行使这个 类主的翻倍权力的话 一旦胜出 一万四 将立刻翻倍成为两万八千元 但是 与此同时 如果你按下翻倍剑之后 被我们的攻略者挑战成功 意味着这一万四 通通归零 涛哥 一分没有 离开舞台 涛哥我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做出你 西北汉子 拥有的 有气势的决定 这心脏真的受不了 准备好 准备好 五秒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期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决定 我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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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天哪 在你手 想要望向爱 然后我抬起来的那一瞬间 你的脑子里面 看到的是什么画面 你在想些什么 我 我现在特别紧张 真的 特别特别紧张 不愿意承担 这个很大的风险 好 无论怎么样 我们支持 韬哥的决定 接下来 就到了 公布两位最终 去留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 有请十一位的 专业媒体评审 请开票 还是有四位 选择支持我们的小明星 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选择90后 对不对 咱们也是90后 说不定90后的小伙伴们 会给予你很多支持 90后的朋友们 准备好 请开票 哇 很好 小明星 有一个很好的势头 咱们追上来了 只有两票的差距了 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80后 准备好 请开票 哇 哇 哇 谢谢 谢谢 孩子就是孩子 你看 一票的 胜出的几率 会让他非常非常的开心 但是接下来 两位的心情 取决于70后 60后的朋友们 70后 请各位大众评审 准备好 请开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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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我觉得 有一点超出我们的预料 高哥 还有最后一个60后的方针 只有25个人了 我估计悬了 你估计悬了 学了 学了 是 现在自信心动摇了 自信 我估计悬了 60后的朋友们 他还有信心继续站在舞台上吗 好 好 这位大叔 你应该坚持下 看翻倍 肯定翻倍 两位爸 唱得很感动 唱得我哭了 您哭了呀 想我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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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叔 我提醒您注意一个现实问题 现在不是翻不翻倍的问题了 现在是涛哥的票数 比小明星还要落后的问题了 我们60肯定支持你 肯定支持涛哥 觉得涛哥一定能胜出 很多人支持你 有希望 这有几票啊 8票 好 你看着我 谢谢大叔 我拿不到 我赶你一万次 好 相信吗 好 这承诺都出来了 不知道您说的话 到底能不能代表整个60后团队的意见 各位 60后的大众评审们 我们的局面会不会发生逆转 请开票 我们的局面会不会发生逆转 我们的局面会不会发生逆转 请开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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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了 涛哥 那个 说实话 非常感谢60年代的叔叔阿姨 说实话 我真的不敢翻 我真的没有那个胆量 如果有 现在后悔吗 你看60后 只有两位没投票给你 没有 我不后悔 不后悔 但是非常感谢他们 非常感谢 我就说了嘛 长得着急点 不是什么坏事 好 恭喜涛哥 谢谢 那小明星 我们也要一起见证 涛哥 在这一战当中战胜了你 现在他的奖金 会加上小明星的这两千 变成一万六千元 再次恭喜涛哥 再一次蝉联泪主 谢谢涛哥 来 回到你的席位上 涛哥 小明星 即使很多60后的叔叔阿姨 包括黄书俊老师 没有把这一票投给你 但是绝对绝对不代表他们不看好你 我相信当你到涛哥这个年龄的时候 比涛哥也更加优秀 大明星对不对 掌声送给明星 谢谢 谢谢 加油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勇敢的挑战者 掌声有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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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老师 我又回来了 你又回来了 经过了两战两败的经历之后 你还敢站上这个舞台呀 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因为 我觉得上周我 黄老师给我的三千块钱我已经花光了 所以今天我来管你要钱来了 黄老师 这么快 你花钱的速度比我打钱的速度还快太多 我赚的钱可能不够你花 那花慢一点 不过你今天为什么又来啊 我真的觉得不甘心 因为第一次来呢 我觉得我是选错了 还在啊 你还以完没完了你 又过来了 别选我 今天选我我给你击啊 但是上一次选择其他好像效果也没那么好 我觉得我选对了人 选对人了 然后也选对了歌曲 但是为什么输掉呢 回去总结了一下 就是因为 两次黄书军老师都投给了我 输在这 这是关键 所以 你在演唱之前 先要跟黄老师交代点什么吗 求求你今天不要把票投给我回营了 所以 所以你现在 求求你 所以你现在是在嫌弃黄老师吗 没有 你是在挑拨离间吗 哎 被你看出来了吗 他这场挑拨离间的事不止做一次 虽然我觉得 就是黄老师投给我两次我都输掉了 但是我还非常感谢黄老师 把他的私房钱为了鼓励我 把他的私房钱都 三千块钱都给我 导致黄老师都不敢打车了现在出去 有那么夸张吗 有那么夸张吗 你把黄老师说一下 所以说呢今天我一定要为黄老师争气 然后PK掉齐汉 然后站上泪主的宝座 然后挣更多的钱还给黄老师 哎呦 我觉得博文呢非常的有志气 那依然要用实力说话 我们已经选择了要挑战的泪主 那今天选择的歌曲是什么呢 唱一首我的歌声里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次顾虑 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带给我清醒 情不自已 可是你偏有这样 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 从我的世界里 没有音讯 剩下的只是回忆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我的歌声里 世界知道 为何我们相遇 难道是缘分 难道是天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声里 你 我的心里 谢谢博文精彩的表现 看来你确实回去之后 做了很多的功课 方方面面都花了心思 舒锦老师 您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 我听博文唱歌一直在想 博文到底输在哪里 如果他真的只输在我头给他 所有的听伟们 把一切的错都放在我身上 好吗 博文没有错 他唱得这么的好 而且他的假音啊 我是觉得非常的独特 就是清亮干净 而且中间还是有力 希望你今天的表现 所有的人都能够支持你 拜托你们了 谢谢方老师 好 齐翰 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了 其实还好 今天博文的表现 确实要比上一场好 不过嘞 我今天的 要准备的这首歌 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 能让现场的观众朋友 可以听得到 好 有请齐翰 今天应该是做足了准备的 对 带来什么样的曲名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掌声有请齐翰 带来精彩的演唱 搬不到我爱的人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 疼不了爱我的人 片刻柔情踏遍不了人 我不是无心的人 却将你伤得最深 我不认我不能 别再认真 忘了我的人 离不开我爱的人 我知道爱需要缘分 放不下爱我的人 以为了解他多么认真 为什么最真的心 碰不到最好的人 我不问我不能 拥在怀中 直到他变了 爱我的人对我痴情不悔 我却为我爱的人 感性一生伤悲 在乎的人始终不对 谁对谁不必虚伪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 流泪哭乱心碎 爱与悲哀同样受罪 为什么不懂拒绝 痴情的包围 爱我的人对我痴情不悔 我却为我爱的人 流泪哭乘伤悲 在乎的人始终不对 谁对谁不必虚伪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 流泪狂乱心碎 爱与悲哀同样受罪 为什么不懂拒绝 痴情的包围 谢谢 谢谢 黄老师 首先 齐翰 要感谢你的粉丝 这么支持你 你看他们 他们在你唱的时候 从头到尾 你看 好几分钟了 我认为齐翰是实力跟偶像 兼备的一个艺人 演唱到最后 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技巧上的问题 是一个艺人魅力的展现 我相信这些粉丝们 能够对你这么忠心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 我觉得你的粉丝 应该是越来越多了 谢谢黄老师 你问一下你身边主持人 黄晓 你有没有成为我们齐翰的粉丝 黄老师我跟你讲 我在下面听他唱歌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的 是这样 就特别花痴你知道吗 那你要不要我这条红色的脸 再借你一下 我作为主持人 我还是要公正的 因为今天呢 两位都是擅长唱情歌 也都是帅气的白马王子行 王子的对决 究竟结果如何 我们要再次请上博文登台 有请博文 投票之神 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什么话 如果今天 即使我成功与否 我希望拿出我的梦想基金的一半 来捐赠给社会需要帮助的人 优质偶像 还愿意拿出自己的梦想基金来帮助 如果我今天演的的话 我会拿出我所有的基金捐赠给黄老师 这个是更优质的偶像 接下来呢 我们110位评委呢 都要投出你们最宝贵的这一票 其中黄老师这一票 可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 好 各位 如果你们支持博文 请按蓝键 如果你们支持齐翰 请按红键 谁是带来主 今天你作主 各位请投票 投资金老师 到了揭晓您这一票 投给谁的时候了 两位我都非常的喜欢 到最后还是回到最直觉的 在这一场比赛的这首歌 我的感觉如何 所以我最后的决定 我要把这一票 还是投给王博文 谢谢老师 好 为了让形势更加明朗化 齐翰 你可以选择两位媒体评审 了解他们的意向 我选择一位女生吧 我们三聚门户的朋友 在我这边 博文的对音乐的梦想的追求 确实比较打动我 非常的坚持 而且正所谓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所以今天用这一票 我投给你 齐翰不好意思 谢谢老师 恭喜郭文 再选一位 再选一位 我选 选我们一直支持我的 这个东方卫视的这位老师 我不知道今天我的命运 会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今天穿着红色的衬衫 对不对 所以齐翰强 博文今天唱得很棒 所以博文棒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投给更有信心 更有决心的王博文 谢谢 谢谢 看来今天博文用你的实力 征服了媒体评审 齐翰 这个时候你会忐忑吗 我觉得 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梦想基金的一部分 分享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一定会继续坚持 好 我们还要了解博文的意思 有可能你选择迎战坚持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却退缩了 我再一次站到谁是大脸主 我就不会走了 再说还有黄老师 你永远是他的保护伞 好 两位都选择坚持 我们还是要请齐翰 一步到翻倍剑前面 再给你最后五秒钟的时间 做一个慎重的考虑和抉择 选择按下这个键 九千元的梦想基金 会立马翻倍成一万八 如果失败的话 身无分文离开舞台 给你五秒钟的时间齐翰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请选择 好的 谢谢齐翰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一揭晓结果 首先是十一位专业媒体评审 请开票 齐翰暂时落后 我们再来看看九零后的团队 请开票 谢谢九零的朋友 现在齐翰又略微战有优势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八零后的朋友们 请开票 谢谢七零后的 真奇怪 两位好像站错了阵营 八零后的 反而选择支持博文的多一点 九零后的选择支持齐翰多一点 最后的一点都在于七零后六零后了 七零后的朋友们 你们的投资号结果如何 请开票 谢谢七零后的叔叔阿姨 谢谢 我觉得两位这个票数开得让人觉得特别的心惊胆战 一会儿这边高一点 一会儿这边高一点 但相差并不多 所以最后这四票的优势 齐翰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就看六零后的朋友们了 你们的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你们的投票结果如何 请开票 郭文今天恭喜你 宫内成功 成为全新晋级的内主 郭文刚才以一票的温弱的优势 战胜齐翰的时候 你那瞬间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真的并没有很开心 因为他把抢金都丢失掉了 所以说我会带着他慈善这个信念 然后赢得更多的奖金 争给需要帮助的人 对 我觉得就是 郭文说得特别好 那你们也千万不要哭 就我觉得 就不至于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今天我也要恭喜我的好朋友 是 现在其实我也没有输 我们才一比一 而且我今天才一票落败 我可能还会继续挑战我们这个 谁是大力族的舞台 齐翰加油 好 谢谢 郭文想 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齐翰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齐翰 再见 拜拜 我们要感谢新浪微博 冯喜网 网易云音乐 酷狗音乐 天天动听 酷我音乐 迅雷看看 以及唱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百度音乐听到极致 欢迎登陆百度音乐 谁是大类主 节目专题听你喜欢的节目歌曲 感谢各位的关注 下一周我们的 谁是大类主不见不散 各位 下周见 再见 谢谢大家